中海物業 中海物業 今天很多地產相關股份 都會走勢向好一點 剛才說了 例如, 內房股、688 以至 823領展 香港的 都會走勢向好一點 是出現歷史上升的情況 今天說話中海物業 是中國海系統中 主要叫做物管 物管股前幾個月是優勢 是優勢的,是優勢的 但其實慢慢回省 然後加上恆大 恆大所累 其實跟我們沒有關係 因為物管股 恆大主要是地產內房 但蜜管鼓都掉下去了 齊齊掉到飛沙走石 掉了一輪之後 現在看到部分開始有一個喘定的象 包括這隻中海蜜蟻 看到就出現一個 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形態 就是頭肩底 肩、頭、肩 還穿上頸線 當然它再穿上頭肩底的高點 就更加確認情況 更加確認的聲勢 初步明顯向好 因為穿上頸線的同時 穿上右肩的高點 加上你看到成交是增加了 明顯比之前是增加的 以至上升動力不準 所以這隻是有點潛力 潛力當然了 不過今天升空是5% 可以等下的 不用急的 等它回回下去 因為為什麼可以等回回下去 因為通常突破頭肩底頸線 就會做一個所謂回事後抽的動作 這個動作 往往是 給投資者一個低級的機會 當然是相對低的 不是絕最低 相對低級的機會 這個頸線水平是6.7 可以用6.7這個位置去參考 迫近 你在考驗的時候 可以吸納薄它 完成回事後抽之後 再次向上走 如果再次向上走 它這個頭肩底 大概是過二左右 過二左右的上升空間 這是七個多 七個多 正正是七個多百元 正正是 就是這個前浪頂的阻力所在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就留意著 這個潛力的 股的潛力所在就是這裡 當然它PV不便宜 現在是二十多倍 息率也不高 只是離嶺 由股值來說就不算吸引 但是技術上是有些潛力的 特別是短炒的潛力 潛力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